我們來看107他的題目叫做 求平均值 那求平均值非常簡單 就是說把數字把它相加之後 再除以看有幾個 不過特別注意這一題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他後面的參數的第一碼 如果是0的話 就是取到整數 如果是1的話呢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如果是2的話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後面就是再把第1個參數他主要是決定要取小數點的第幾位 後面的參數就是全部加起來再把它除以總共會有幾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該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大概 我們Demo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個我 引述部分我這邊有放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說今天我把它改為0 後面的話5352 那平均多少 執行給各位看 平均值為4 這個時候他是整數 因為第1個字是0 也就是取整數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把它改為1的話 把它執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3.8 那如果說我把它改為2的話 他會平均值就會是小數點的第2位 OK 那這裡面的話有幾個關鍵 就是說那我怎麼根據 第1碼 第1個參數 去 給他不同的 這個小數點的位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多重判斷 那當然多重判斷就有3種 第1種就是如果 他的第1個參數 那第1個參數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參數裡面的什麼呢 就是 第1個實際上就是 ARK ARK是裡面的什麼呢 0 用來指哪一個呢 指第1個 有沒有這個我們外部的陣列嗎 那傳進來 他的第1個 如果什麼 ECOS 如果是等於什麼 等於0的話 那我就把它取到小數點 其實就整數的話 那特別注意 取到整數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 前面有講過 就是用printf會是最簡單的 printf實際上就是 print加上format 這個format如果說你今天 數字 加上 點 0 f的話 0的話 表示說 就是取整數 1的話呢 小數點的第1位 2的話 兩位 依此類推 看你要幾位 那這個數字 不過 後面這個東西呢 當然你還是要丟給他一個 這個是一個floater 或者是double 一般用floater會比較保險 這個地方當然 你給他一定要是小數點 我們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把它加總 所以上面的部分呢 就是把什麼 後面的這四個字 全部先加總起來 再去除以 總長度-1 為什麼-1呢 因為 第一個 它不是我們要加的數字 第一個只是用來什麼 決定它是小數點第幾位 所以把這個減掉 所以 這個程式裡面 總共 可以分成 三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 就是把所有的引數 不包含第一個 全部加起來 那程式怎麼寫 其實非常簡單 4 有沒有 i的話不是從0開始 而是從1開始 有沒有前面都是從0 那主要是第一個 那個不是我們要加總的對象 再來的話 什麼時候會進入到回圈 就是 當它是小於整個的 那個 這個陣列長度 加加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就 建一個 Sum的一個變數 那它加等於 就是幫我什麼 累加 就是Sum等於 Sum本身加上什麼 加上第一個 5 放進來 幫我轉型 轉型為什麼 轉型為Double 然後呢 再來就是第二個 3 第3 5 2 全部加在一起了 所以全部加在一起之後的話呢 OK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呢 要判斷說 第一個參數 它到底是0 還是1 還是2 所以會有 多重判斷 那多重判斷前面做很多了 不過 在做多重判斷之前 你還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你給的參數 一定要大於等於2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只給一個參數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做後面的什麼 加總跟平均 就會發生錯誤 如果說你有這種狀況的話 直接執行 必須呢 要把這種狀況怎麼樣 把它跳到這邊來 else 至少需要兩個數字 讓使用者知道 那怎麼樣做判斷 這邊的話 從什麼 從參數的長度 有沒有 這個參數長度 裡面就做決定 這個參數長度的話呢 至少 要有兩個以上 所以兩個以上 就大於等於2 然後再做 如果判斷一下這個 Ecos是0 的話 反 第2種可能性 elsif 這個因為前面做蠻多的話 我們直接就 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 只有差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上面的 這個Source 這個程式 把它複製 加一個 在else貼過來 然後改一下 改這邊1 這邊也把它改1 然後在elsif 變2 所以最後輸出的話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 當然你這邊的話 如果你把它改成3 應該不會動 因為沒有3這個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執行之後 就會是 你有幾個小數點 就會有幾個小數點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我想前面我們也做過類似的 引述幾個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107題 這個題目稍微比較簡單一些些